盗铝锅模具主要是利用我们农村或者城市各种废旧铝制品 通过采用回收、收集等方式 把废旧铝制品统一起来 并且交给我们一些传统的老工艺匠人 老工艺匠人们把它使用传统的炉子和化铝锅断烧 这些盗铝锅人把这些废旧铝制品融化 融化成银白色铝水 盗铝锅人把这些铝水倒入到固定的模具中 稍微等待这些铝水冷却 其实也就是几分钟 看模具大小 冷却之后 卸掉这个成品铝制品即可 然后老工艺匠人们通过钳子 挫刀等销补工程 一个崭新的铝制品就成功了 我们通常见到的盗铝锅模具 大部分来自河南省 其文化溯源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 而且河南的盗铝锅模具在全国也是非常文明的 通常我们见到的盗铝锅模具都是胶筑铝锅模具 因为比较压住铝锅模具而言 胶筑铝锅模具比较容易携带 并且价格相对于压住模具较低 在下乡人盗铝锅人中最为首选 盗铝锅模具本来应该是黄色土 也就是骨灰尼等其中材料做成的 但是有些上了托模技粉 因此成了银灰色 以前河南省这一带比较盛行 因为商丘属于发源地 铝制品可以回收重新制作 因此推广力度还是蛮大 下乡导铝锅模具的人收益还是颇为丰厚的 但是确实很累 而传统手工艺需要传承 这个盗铝锅工艺怎么传承 这个也需要留给下一位思考 我们平常见到的铝锅模具款式不多 其实并非模具款式不多 因为下乡盗锅的铝锅人 都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选择的铝锅模具 比如甘肃比较适合深锅 诸如12厘米的深平底锅 那么你就看不到河南那种浅的地锅 这就是你看到每个盗锅人的车子 只有那20多种模具的原因 其实模具大致有如下款式 平底锅 远底锅 地锅 勤军锅 吊锅 大燕锅 浅锅 蒸锅 奥子 勺子 漏勺 水脑 壁子等等三百多种 其中最为特殊的是一个水壶模具 这个模具也属于行业当中最好的